台湾 邀请大家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古老工艺 重新演绎 KD首刮目的版 Very Cute 4月1日台北版几百货盛大开幕 现在启示录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昕彤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电影中黄飞红大战白莲教的画面 令人印象深刻 不禁让人好奇 白莲教宣称的神功护体是否真有其事 而所谓的九功真人又真的存在吗 事实上白莲教从原明清三代 几乎都被视为邪教 家庭年间甚至酿成了川楚教乱 耗费了清政府两亿两的白银 相当于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才平定 而之后白莲教转入了地下 跟义和团结合 对抗西洋传教士 终于酿成了八国联军之祸 但慈禧怎么会相信 神功护体这个说法呢 这个宗教又有什么奇特之处 请看资深记者艾小培 陈祖怡的追踪报道 神功护体铁石金针 千道台千道谢 万道台万道毕 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这不仅仅只是黄飞恒的电影 在中国历史上 还真的有这么一个 复杂又神秘的宗教神功 民间流传请神上升的方式 那暗示自己是神灵 那此时人体的潜能 因为精神暗示得到提升 就好像神灵上升一般 据说这刀枪不入的功夫 是这样练的 俗称会神功的师父 会进行一套仪式 先召唤神灵附身 神打必须开弹做法 祭献贡品 那请神附身之后 功力高的还可以上刀山下油锅 接着被附身的师父 会再表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例如大刀砍身 通常被附身的师父会声称 因为得到神灵的保护 因此身体丝毫无损 不过也有熟悉心理的专家指出 这只是自我催眠的力量 把人类的恐惧压抑 才会引发在平常时 根本做不到的潜能 但这样的神功 怎么会跟白莲教结合 而白莲教又如何吸引大平信徒 流传在元 宾 清 三代 要回答这个问题 得先回到南宋 那是白莲教刚刚兴起的年代 白莲教大概是十二世纪 净土宗的毛主人所创 为什么叫白菜教 因为他们当然强调是 拒绝这个酒或者肉 是只吃素食 可是他们连有颜色的青菜都不吃 到了元末 有一位叫做杨山童的白莲教领袖 自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 应该成为中原的主人 开始号召群众启事 也让白莲教被贴上了邪教的标签 有人批评他们说 连违背了中国的伦理道德 因为这个入教的人 比如说父母 以后就不再生父母了 称为大师兄 大师姐 不过按照白莲教的说法 这是因为他们希望 所有的教众都能够互分彼此 能够团结一致 到了清代之后 白莲教发展成为反清的秘密组织 遭到清朝多次血腥镇压 到了嘉庆元年 甚至由女性白莲教徒 拔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朝廷腐坏 压榨百姓 彭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我们现在 已派人到川山干预珠省 同各地教友商议 准备结章而起 推翻万恶的满清朝土 相传这位白莲教起义领袖 王聪儿武功了得 能一人抵挡清兵无数 成为清廷想要捉拿的头号逆贼 反捉拿王聪儿归案 拖起其首激者赏银两千两 清廷从康熙以来 对这个天地会查起很年轻 他把白莲教徒当作天地会 向朝廷插报 嘉庆二年 王聪儿带领义军 从古北到四川 和当地的义军会师 组成了一支 拥有十四五万人的大军 分成他路进攻 传说中王聪儿专打游击战 让清军很头痛 兵力不断增加 不过最后还是不敌清兵 最后在湖北战死 但白莲教徒掀起的反政府声浪 却一波波的兴起 白莲教徒众有很多 里面能人意识也有很多 所以直到嘉庆十九年 老党四十年 动荡九个省 一川 楚 三 干 这四省最严重 嘉庆花了九年多的时间 用了两亿多两的白银 相当于清朝政府 五年的政府的税收 去消灭 清廷的大规模镇压 并无法制住人民不满的声浪 而白莲教则转为地下化 嘉庆十三年有官员密报 山东曹州府一带 有无赖棍图 拿刀聚重 设立刀柜 虎尾边 一和拳 八卦教名物 欺压良善 白莲教它转入地下之后 它也改了名字 比如说有红东照 或者是大刀柜 小刀柜 天地柜等等各种的名字 那么他们的这个说法是说 万教归一 经过数十年后 这个组织进成了 拥有数十万人有户的大刀会 又叫做金钟照或是仁义会 属于白莲教的支派 他们农茅时种地 农闲时就会聚集在一起练武 那时候就出了一些武术名家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大刀王 他当时就平凡就教了一些土地 爱走江湖 他一把那个大金刀手向武底 然后他也练就这个金钟照的功夫 他们会在练武场横放一把大刀 以示大刀会的威严 练武场的正中央是一张八千桌 桌上供布着五组织神位的供牌 排位前放一个香炉 炉内插三把香 会员们横跪成几台 每人面前摆一碗清水 由德高望重的会员 在一个铜盆内将符纸烧成灰庆后 往每个人的碗中捏一点浮灰 会员们念完咒语之后 将碗内的浮水一引而进 两个口号 很感动那些混雍舞女的这个中央 天降神兵 天降神兵就是说他们可以神功附体 由于大刀会打着除暴安良的旗号 很快就获得人民的支持 而在清末这股势力 转而反抗外国势力 终究酿成了义和团之软 1900年自称神功附体的大刀会 正式以义和团名号 用肉身抵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 这一仗死伤无数 也把中国的地位打进了谷底 而在义和团中 也有像仙姑这样的女性角色 俗称红灯罩 团员们相信仙姑上法之后 能腾空驾云 扇子一挥 洋人大炮顿时时效 他们就会假托满天神佛下凡 吞服啦 念咒啦 用障眼法来施展法术 如今看起来滑稽可笑的义和团 是怎么崛起 利用摄神坛 画幅请神等方法 怎么能够获得慈禧的信任 这恐怕跟满清当时的政治 外交环境很有关系 甲午战败后 光是力图变法为新 却被守旧派的慈禧太后所扼杀 大臣是我多年挑选出来辅佐你的 你竟敢不用 还勾结叛逆 你是个逆子 护学政变后 光绪皇帝被慈禧 又近在三面环水的南海银台 而守旧派的大臣 担心光绪未来会报复 纷纷怂恿慈禧 废掉光绪 所以慈禧太后找了端亲王的儿子 胡骏立为大哥 就是储君 也就称为是戒贱厨事件 本来国家立了储君 各国公使都应该入京道贺 可是各国反命冷淡 根本就不给慈禧面子 正当大清政局飘摇之际 偏偏国际地位也摇摇欲坠 列强基于中国通商利益 刚好山东又发生了这件事 让国势更加不稳 1897年11月1号 山东去野下着萌萌细雨 几个手持短刀的人 闯到德国传教室薛田兹的住处 他们砸开窗子 跳了进去 将屋内的两名传教室当场杀害 德国的传教室呢 借由德国政治上的庇护 所以可以说在山东这个地方 驴肉相民 无恶不作 像是严懒诉讼啦 包仓包赌啦 或者是欺压善良啦 甚至呢连官府都怕这个德国人 欺压善良好传教室 所以意大利跟德国这两国就向蜻蜓撕压 它说一显包庇一盒前杀人们 如果再这样的话 他们就要发兵攻北京 正当外国势力不断要求 蜻蜓严惩一盒团时 山东偏偏又发生了刺杀攻势事件 朝廷对外关系紧绷不易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干嘛 你们想干什么 杀 刺杀攻势 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 此时喊着福清灭羊口号的义和团 吸引了慈禧太后的目光 御贤 臣在 你们山东为什么要闹权呢 丁太后 羊人太欺负人了 修教堂他们占房的占地 修铁路 毁庄也挖祖坟 老百姓都弃极了 欲贤的说法的确也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于西方势力的态度 义和团甚至绘制了许多仇洋的漫画 有的把洋人当猪洋一般的宰杀 还有的直接把耶稣化成猪 可以看得出来当使人民有多恨外国人 仇洋 反教 所以因为仇洋反教 甚至他们高举的是福清灭羊的大旗 所以过去白连教也好 义和权也好 这些会党是受到政府的压制 但是现在这个义和权 它既然是支持政府 所以反而受到朝廷的奖励 英国驻华公使致电本国政府 请求派兵保护在华侨民 传教士及使馆人员 德国驻华使馆参赞愤怒谴责亲国政府 强烈要求德皇派兵镇压义和团 中国跟西方的战火几乎要一触即发 但这仗该怎么打 慈禧太后一点头绪也没有 这义和团嘛 都是我大清的义民 也不是不能用 可他们行吗 到头来 话虎不成反类权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 开始聂洋仇教时 当时慈禧太后是一役主角的 他曾经多次预令当地的都府 不要好好地搜脚 千万不要养虎为患 义和团的护体神功到底有没有让慈禧失望呢 吴乃关于关云场事言 吴乃张飞张义德事言 这都什么呀 联系不像联系 装腔作事 我们看这个 原本已经准备掉头就走的慈禧 看到了什麼 又為什麼決定要農下來 清朝的大臣像玉賢等人 愚昧無知 悟信義和團的符咒神功 真有其事 還可以刀槍不入 所以不僅袒護團名籌外 還極力慫恆 慈禧招呼義和團 那這就讓義和團 有了壯大的機會 如果你以為慈禧真的被這些義和團的表演所騙 那可就太小看慈禧太后了 可要是用好了呢 起碼是幾十萬的人力 若真是外交上跟洋人崩了 真的打起來 他們至少也是能消耗洋人彈藥的炮灰 當時政局動浪 對外戰爭的失敗 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清廷都束手無策 那民心啊 思辨嘛 這個時候 義和團打著福清滅羊的口號 剛好讓慈禧用來轉移人民的憤恨 所以他會鼓勵這些團民 就當慈禧打著主意算盤 要把義和團當人肉炸彈送上戰場的同時 各國攻勢也開始步步進逼 這等於是西方列強片面向清朝宣戰 第一波攻勢直指大鼓炮台 大鼓炮台 怎麼樣了 失手了 大鼓炮台失手了 1900年 提督羅榮光率領守軍跟義和團 在大鼓口炮台抗擊八國聯軍 最後還是失手 但慧庸的官員竟然向慈禧廣告 八國聯軍損失慘重 揚鬼的禁軍大鼓炮台 被我軍英勇擊退 八國聯軍損失慘重 現在已經退回他們的兵艦上去了 被蒙蔽的慈禧太后 龍心大躍不但封上義和團 甚至還把滿朝文武叫到跟前 演了一齣洋人欺我太甚的經典大戲 大清的臣子們 你們就眼睜睜地吵著 讓洋人欺負我嗎 我要洋人死了 向洋鬼子宣戰 打 慈禧痛恨洋人他不無理由 第一個他就是厭惡洋人干涉政治 不過光秀皇帝在拿義和團跟洋人打仗這件事上 跟慈禧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 面對的是西洋十一個國家 開戰 剛意 你瘋啦 瘋啦 光是話都還沒說完就被慈禧趕到一旁 晃生累了 親爸爸 下去 朝廷上主戰派和主和派開始你一邊我一運鬧得不可開交 就看我義和團民何之百萬啊 人人同仇敵凱 個個義憤滿腔 民氣可用啊 民氣可用 匪氣不可用 義和團亂民而已 朝廷利用他們向各國開戰 這是拿江山社稷萬方生靈當兒戲 兩派互不相讓在朝堂之上大聲叫喊像是潑腹罵街 此時慈禧太后說話了 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 此前還一直微薄重臣的意思 等待他們的改回 可我等來了什麼呀 被聯軍戰術給氣到的慈禧太后 不理會主和派官員的勸退 還拿義和團服侵孽陽的精神 把大家教訓了一頓 義和團起來了 他受不了洋教的欺負 他不能不起來呀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 受盡了洋人的委屈 所以正如同慈禧所說 洋人欺我中華莫此為甚 佔我土地 奪我財產 餘若我鄉民 所以如果今天民氣可用 為何不用 我這是為了江山社稷 向洋人開戰 這戰爭結果尚未得知 要是仗打了還是個書 江山社稷還是不保 你 皇上 還有你們這些個大臣們 到時候別歸咎我一個人 說是我斷送了大清三百年的江山 慈禧太后最後做出來的才是呢 她是要重用義和拳 甚至不惜呢 對世界宣戰 1900年6月21號 慈禧太后以光遜名義 正式向十一國宣戰 朕今日莊嚴宣誓 向英濟立國開戰 向法蘭西國開戰 向美利堅國開戰 於是拿著斧頭神服的義和團 就這樣一劈劈的被送上了八國領域的戰場 奴才還有個建議 將義和團民組成虎神營 虎神營 為什麼取這麼個名兒 老虎吃羊 神仙驅鬼 虎神大羊鬼 穩操勝券 好 這名起得好 奴才請命 親率虎神營 與八國聯軍決議死戰 義和團這場戰爭 也就是引來了八國聯軍 純粹是為中國帶來一場更大的苦難 最後 義和團民們毫無章法地 面對八國聯軍的槍炮 死傷無數 最誇張的一場戰鬥中 中國陣亡約500人 聯軍只中了六人 沒有幾個能作戰的 真的到八國聯軍一進來 整個都虧了 到最後獨稱大吉了 是一個將軍 叫內士臣 剩餘的義和團民們跟清廷的軍隊合集 而八國聯軍向北京進逼 慈禧倉皇心逃 並把戰爭的責任全部推到義和團頭上 還命令各地清軍絞殺 更有不少團員 慘遭八國聯軍砍頭 成為歷史上悲壯的犧牲者 清末還有一個農民起義的教亂 就是太平天國之亂 他們打著拜上帝會的名號 教規比現在的伊斯蘭國還要嚴格 一旦犯錯 處決斬首絕不手軟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圖片 歐洲原裝進口 FORD 搭配远传全新4G OPPO N3 只要4990 新市乐10比2 不止一黄素 还有一米黄素 联系荣获 SNQ国家品质标章 新市乐10比2 搜寻照钥匙 新市乐五周年庆 现在买一大盒 送两小盒 限量抢购中 搭配远传全新4G OPPO N3 只要4990 何必扮演天王 我就是至尊 我有至尊 更信太王 即刻奏群 会演至尊仪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东森财经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老工艺 重新演绎 KD手刮目的版 我体验过了 对付酸痛 你给我新的选择 合力他命强效定 含义药极高单位B群 与维生素E等成分 人体容易吸收 有效缓解肩 颈 与腰背的酸痛 武田合力他命强效定 ES Plus 西雅图双倍乳香拿铁 极细研磨的咖啡灵魂 注入优质脱脂奶粉的内涵 不在咖啡馆 也能品味经典在线 全系列商品 买一送一 只在7-11 欢迎回来 清末的太平天国 打着拜上帝会的名号建国 实施着非常严格的教规 可以说是中国版的伊斯兰国 而他们也靠着严密的组织 快速的动员 在广东 广西两省快速崛起 不过建国之后 太平天国却是迅速的败坏 特别是天王洪秀全 固埋一同打天下的东王杨秀卿 假借着上帝附身的势力独大 发动了其他的诸王 共同打击杨秀卿 最后却又放任诸王自相残杀 只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势力 而这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内斗血腥的程度 却是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还要精彩 接下来请看资深记者 艾小培 陈祖怡的追踪报道 开跑 太平天国从建国到灭亡 14年的时间 这14年的时间保守估计 值得至少5000万人 乾隆终起之后 国式建衰 连年饥荒 让太平天国红秀全趁势崛起 乡亲们 你们是上帝的子民 上帝是不亏不管你们的 太平天国就是不东不西 简称就是不是东西 你不是东西 你就根本撑不住这么多的东西 那这个不是东西的领导者 叫做红秀全 打着上帝名后的红秀全 是个连考四次秀才都落榜的诗意考生 他自称曾经在梦中遇到天赋开示 要他到人间斩妖除魔 天明跟他讲说我就是阿尔华 你有天明你要下去拯救万人 就试他一把劲 一本书 那本书你看那就是形式两眼 然后呢这个耶稣呢 就带着他到一个河边 就把他劲拿过来 咔咔 画两下肚子就泡了 把他的肠心什么拿出来洗一洗 再把他装进去 好 你可以下滑 然后就醒来了 传说中被洗了心肠的红秀全 在1843年再次考试落榜 一气之下干脆抛弃考梦之书 翻出基督教的劝势良言 还逢人就宣传自己理解的基督教义 称之为拜上帝会 成立了一个拜上帝会的这样的组织 里面的成员就有杨秀七 也有小草贵 赞乃上帝 耳等小的们听着 朕派四子红秀全下凡 带你明见小天堂 这个打着上帝名号起机的人 叫做杨秀卿 出身广西贵嫔 是位烧炭公 自称天赋附体 下凡传递讯息 更承认洪秀全是天赋之子 往昔那时候很多人相信 这一套伏击降丸的这么一回事 然后他就说 他是这个天地 弟弟得地 洪秀全的爸爸 也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将神在他身上 1850年7月 洪秀全干脆发布总动员令 要各会员到广西桂平县 京田村集合 号称团营 总共两万人准备武装起义 不过在此之前 他暗中布了一个局 要魅婿萧朝贵 也来个天凶附体 制约杨秀卿 这种浮体的相同树 你不是也会吗 不是还有天凶基督吗 如果天凶能复你一体 带穿圣言 不是一样吗 洪秀全费心安排 就是为了不让杨秀卿 独揽天赋下凡的权利 果然在洪秀全38岁生日会上 太平天国正式成立 萧朝贵趁此演绎出 天凶下凡的大戏 我乃天凶 尔等皆旨 天凶下凡啊 全体结贵 金镇将杨秀卿 萧朝贵 封云山 为昌辉 石打开 派到五帝天王周围 封他们为 领兵主将 是这样的 萧朝贵也演了同样的一首诗 他就演匠神 这家子是磕磕的 耶稣教你在他身上 也许您会觉得奇怪 这样诡异的教义 怎么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这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大有关系 蜻蜓对外战争的赔款 全部都转嫁到农民身上 偏偏连年水旱灾 人民衣食无助 怎么办呢 反抗 所谓反抗的行动 风起云涌 就渐渐骗起全国 洪秀泉他们当时 所打出来的这个名号 就是我们大家有福同享 有钱财是共放在这个胜库之中 因此我们是就像过去的 狭义小说上所说的 劫富济贫 或者是劫官 棒球 这些都是符合当时 人民心理上的一个诉求 1851年太平天国攻下永安城后 洪秀泉举行盛大的封王大典 还发布太平领制 册封打天下的兄弟们 天王赵池 前辞 国府右臂 前倒后护各军事 永安封王之后 太平天国的军队调度权 几乎完全掌控在 东王的洪秀卿手里 而贵为天王的洪秀泉 往往只能假托耶稣 迎向清军打兵 赞美耶稣为救世主 赞美耶稣为救世主 赞美圣神封为圣灵 赞美圣神封为圣灵 反观东王杨秀青反而用兵神准 在太平军九宫桂林失败之后 塔徽兵北上进攻湖南 东王是实际上的政治领袖 反而不是洪秀全 洪秀全就像是一个样板人物一样 由于太平军大多是矿共出身 最擅长的攻打方法就是挖地道 他每次打战都是挖地道 不是矿共嘛 所以他每次打战 打战战都是挖地道 太平天国在攻打清明的过程中 意外痛失了福丁山 以及夏琉璃两名大将 让天兄洪秀全悲痛不已 攻复天王 拥搏变心 南王 南王冯云山 还有西王萧召贵 先后阵亡之后 东王杨秀青全请天朝 居然鞠躬自傲 那他就被那个天王洪秀全所寄 天王一下子痛失两名 一起打天下的伙伴 也间接让东王的势力更加作大 以东王为中心的军事力量 以千军万马的攻势 拿下武昌 老百姓开始如潮水般 隐约地加入太平军 清廷的水晶会反正 会挂起天地会的旗号 跟着洪秀全的部队 一路人下 所以才能够在 咸洪 延年 下江南 声势浩大的太平军 让清廷越来越头痛 开始任用汉人曾国藩 去练精兵 以镇压太平军 让曾国藩版团练 就在湖南版团练吧 争 但清廷醒悟得太晚 太平军声势越来越大 终于攻入了南京城 冯秀全身穿九龙袍 接受文武百官的跪拜 并都于此成为天津 却也开启了太平天国的大王之路 今 以阔南京 建东此地 改为天津 太平天国万岁 万岁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 你已经开始会显得安逸了 因为你要建后宫 你要扩充后宫的这些妃嫔之类的 贪图的一些享受 东王杨秀卿自认为攻打天下 功劳最大 把府邸干得美文美奂 这些王爷不仅都可以造他们的很大的宅邸了 甚至可以选美女 还有仪仗队 有诸多的特权 东王不仅房子要盖得比天王府气派 就连丸教被天王府女官挡架 都气得蹊跷生烟 要跑去找洪秀全理论 走 走 现在我要去见天王 问问他 是怎么管输他的下属呢 他若管不了 我来寄他管管 于是东王将近五十多人胎的大教子 就这么气冲冲的闯进了天王府 他不同规矩 冒犯了爱卿 爱卿就仗则一百八 那不太便宜他了吗 那就听凭爱卿处置吧 那好 将那个女妖给我拉出去斩了 这下还得了 天王的女官怎么能被东王任意处置 为了捍卫自己的颜面 洪秀全当然不肯斩杀自己的女官 没想到杨秀卿竟然又演了一出天赋下凡记 杨秀卿后来用天赋下凡记 演了三十多次 最夸张的是有一次还居然是天赋下凡要杖打洪秀全 虞有过失又不才 当杖 四十 天赋息怒 诸若障天王小陈愿带天王受过 小陈愿带天王受过 小陈愿带天王受过 而能退下 任何人不能带他受过 天不附身的杨秀卿居然不肯 于是逼得洪秀全该怎么办 眼看场面如此尴尬 我的属下居然要打我 他也只能默默承受说小子尊子 天王被仗打 正下的脸该往哪里放 洪秀全此时再也任无可认 暗中叫来了北王跟翼王共谋杀敌大计 要是大开秘密回京 他回来以后 只准他和韦常会两个人见证 史大开就在城外 趁马上派人去找 绝不可叫东典知道 暗中联合韦常会跟史大开 来去狠狠地对杨秀卿做一些反制的动作 气焰越来越嚣张的东王 以为自己地位早已凌驾红兽群之上 趁机再度演出天赋附体 还大剌剌的直接把天王叫到东王府 东王 为什么不说话 东王 为什么不能呼万岁 东王 大江山功劳最大 也该称万岁 大江山功劳最大 竟然临时演了一出劝和戏马 真的要下一道招职 让伟昌辉亲日纲 不得打开杀戒 只是对东王的跋扈早有不满的朱王 终于可以一吐心中运气 哪会顾忌这么多 带着大兵杀进了东王府 北王伟昌辉受天王密令 率领部下杀杨秀卿及其部将 2万多人 那这就是很有名所谓的天津之变 是 杨秀卿再怎么样神通广大 那面对三个敌手 当然是左支右支 所以后来呢 没有多久就被三个人联手杀掉 朱王担心东王残留的军事力量继续作乱 竟然将东王的羽党幾乎全部杀光 而洪秀卿也担心其他人 威胁他的统治地位 干脆让朱王自相残杀 朱王内斗呢 他们一杀不只是说只有这两个王而已 通常会牵连到这个部众 通常一杀就是数万人之多 搞得自己内部的组织 还没有这个全胜 你就已经是已经快兵临解散 就后期只剩下英王跟中王 在那里普撑 就是还有一些理想性的一个将人在 所以归咎他的失败就是 跟当时的社会文化起了严重的冲突 再来就是自己的内侯 泰国严重 陷入朱王内乱的太平天国 之后一败涂地 即使后期与白连教分支碾军河流 还是止不住曾国藩等人的攻势 终于在1872年 结束了短短14年的政权 定下了严格教规的太平天国领袖 洪秀泉自己却荒淫无道 光是后宫的嫔妃就有88个之多 而且他还写下了荒诞不惊的天赋诗 是严加管理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是男士专用的 Apple信咖啡因洗法录 仔细看清楚哦 因为它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 这瓶洗法录去年在德国 一年就卖出了200多万瓶 想知道为什么吗 快到屈城市和各大连锁店了解一下吧 Apple信咖啡因洗法录 德国发现工程 古老工艺重新演绎 KD手刮目的版 Alene 山纳 世界巡回延长会 佳延长 8月30台北小巨蛋 3月24全台开卖 宽宏售票 飞机音改造黄豆 纯天然酿造 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工严未增 美味天生 您现在收看的是东森财经新闻 台新财富管理 完善规划陪您走向高峰 超过1000档理财商品 每个阶段客制化资产配置 卓越团队掌握市场脉动 台新超过160项大奖肯定 一身专业 规划一身幸福 只为好伙伴 现在加入想专属约会 欢迎回来 说到了太平天国的女人 就不能不提到 两位战将级的女生 一个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 一个是跟洪秀全一起打天下的苏三娘 据说这两个人骁勇善战 身手了得 而且还非常美艳 而洪秀全虽然说主张 太平天国是男女平等 不过她自己却是妻妾成群的 一般的平民百姓 不但不能够一起住 说话还得要分隔10公尺以上 如果偷偷地在一块 还会被斩首示众 而女性在那个年代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请看资深记者艾小培 陈祖怡的追踪报道 太平天国的姐妹们 我们天国界 这群让清军傻眼的女兵 在1864年坚强地守着天王府 却还是无法挽回 太平天国失败的命运 她们决定自焚而死 早期跟随洪秀全的那些女兵 仍然尽忠职守 那一直跟在洪秀全身边 为她拼命打仗 直到天津城破 这些女兵呢 还以宗教独特有的狂热 自焚而死 在太平天国中 女性奋勇杀敌 身手俐落 不输男性 而这支传奇的天国女兵 建立于1851年 并且严格遵行教规 只要触犯她的教规 你可能要被抓去杀跑 坦白说 我觉得太平天国就是 现在的ISIS 开跑 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 第一支女兵队伍 怎么会产生在贫困的 广西紫金山下 这跟太平天国中的客家妇女习性 大有关系 因为连女生都能打仗 客家妇女是不裹小脚的 她们是很有战斗能力的 被称为大脚蛮婆的客家妇女 据说代表人物旧犬 胡云娇 人称西王娘 因为是西王萧朝贵的妻子 同时也是洪秀全的妹妹 你 你是要当文状元 还是要当武状元 文状元不好 又得背书写文章 烦死人了 干脆我领女兵 梁洪玉能行 我怎么不行 她是洪秀全 同父异母的妹妹 她后来也带兵打仗 人称她是带着兵 是女兵赤足八百公斤 淡庄出阵 手挥双刀 这是也始终对洪宣娇 战场因子的描述 甚至把洪宣娇形容成 能够引发内讧的角色女将军 你就不怕我再给你踢翻了吗 美业女将军为了成就哥哥 洪秀全的政权 下架给西王萧朝贵 但萧朝贵却在突袭长沙时 战死沙场 西王 西王 透视夫婿的洪宣娇 并没有因此抑制萧成 反而继续带领女兵 奔勇杀敌遇见其功 在太平天国的传奇故事中 还有另外一位同样战功标柄的 金国女婴子苏三娘 她本来就是天地会的一份子 苏三娘 本身是非常骁勇善战的 她是恋家子 因为他们家就是武术世家 相传出生武术世家的苏三娘 跟随洪秀全综横沙场 定渡天津之后 又因为美色过人 被天王延览禁府 担任掌朝仪 你毕竟是个女子嘛 不必再为征战去操劳了 朕已经想好了 让你到天王府来 就职掌朝仪一职 当时苏三娘早就新属罗大纲 勉强接受职务留在朝中 没想到洪秀全竟然得寸进尺 还要求苏三娘陪侍叶寝 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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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朕睡吧 这没有你 睡不着觉 朕无法成眠 三娘 陛下 你这是做什么呀 三娘 不过苏三娘 并没有因此屈服 甚至以死相逼 还更加坚定 她跟罗大纲 在一起的决心 洪秀全面子挂不住 心一横 干脆让苏三娘 与罗大纲到前线作战 林伦 不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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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不救呢 那你怎么不救呢 那你怎么不救了 那你怎么没法救啊 不救 不救 大纲哥 罗大纲率男女军攻打镇江 冲锋陷阵 那冲锋陷阵 传奇不敬而走 这些岩石中的女战将 刻画出太平天国女兵英勇的样貌 而洪秀全所创的小天堂 在男女制度上 却出现了很多不敬人情的规定 就是男生跟男生一起 女生跟女生一起 如果距离十公尺碰面的话 男的就要被杀头 如果是夫妻要探视 必须隔着树部之遥 说话声音要外边是充耳可闻 连母亲跟儿子也这样 所以这个是完全违反人性 不合伦常 洪秀全还搬行了十天条 其中经营是最大的戒律 并规定夫妻不能同居 男女苟且偷欢之事 向来为天国大恶罪在不赦 谨由小子陈宗阳银女谢满妹 胆敢勾搭成奸 全部把朕放在眼里 不合伦常义 而等小的们听着 朕即为杨秀卿下凡 待朕赏罚 将那二银男银女战首示众 因為他有某些官員 夫妻團員 結果遭受到斬首的酷刑 諷刺的是 洪秀泉以嚴格軍令 維繫種種輕規戒律 天國的領袖人 自己卻過著荒穎的生活 天皇必要驕動 天皇必要驕動 我們看到當朝的咸崩皇帝 正式的貧卑也不過18個人 那麼洪秀泉有她的十倍之多了 而且還不外加上 她的天皇府裡邊 有上千名的宮女 洪秀泉對於這些嫔妃 甚至以總計500首的天賦詩 加以管教 其中490首都是洪秀泉 用來恐嚇 教訓宮中後妃的 如果說話不夠謙虛 或者說話太大聲 或者看丈夫的眼光不夠尊敬 甚至家事做得不夠好 或者跟公婆頂撞 這諸如此類的十大狀 被稱為十大天條 統統都該擋 洪秀泉還頒布禁止禪卒的命令 更要求不用禪卒的婦女 從事建成搬磚的工作 她就是裹了小腳的嘛 她就是沒辦法走動 然後她就是嬌滴的一個貴族婦女 你還叫她去搬磚頭啊 挑什麼東西啊 做這種事情 她做不來 已經蠶足 她的腳步嚴重變形了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不准她裹上裹腳步 不准她穿上原本的鞋子 而赤足而行 最後的結局就是 寸步難行 這些不盡人情的規定 終於在1855年解禁 洪秀泉下令解散女館 並准許男女婚配 但得交由眉官專責 從今日起 廢至夫妻不得同居 男女不得通婚至法度 男婚女嫁天經第一 這個眉官一主持啊 就是亂點鴛鴦譜 搞得一團混亂 很多荒唐的婚姻 比如說15歲 配了四五十歲的人 這群女性沒有真正獲得解放 反而藉由眉官賞賜給 大大小小的官員們 而來自廣西的女兵 成了天王府的守衛者 最後守城自焚而死 原本應該獲得解放的 太平天國女性 反而寫下了 悲壯而淒慘的一頁 《中國女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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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邊跑了多久了 身體紋路 害你好久 果雷井智斧紋霜 和Trydom Actives 活性音色 有效減少及淡化紋路 秀出自信美麗 果雷井智斧紋霜 《車嗨》 新年买many125送3000加油金再送施怯弦 洋人欺我中华莫死为胜占我土地夺我财产鱼肉我乡迷 所以如果今天名气可用为何不用 我这是为了江山设计向洋人开战 这战争结果尚未得知 要是仗打了还是个书 江山设计还是不保 你皇上还有你们这些个大臣们 到时候别归咎我一个人 说是我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江山 慈禧太后最后做出来的才势呢 她是要重用义和拳 甚至不惜呢对世界宣战 1900年6月21号 慈禧太后以光绪名义正式向十一国宣战 朕今日庄严宣誓 向英纪立国开战 向法兰西国开战 向美利坚国开战 于是拿着斧头神服的义和团 主将一批批的被送上了八国联军的战场 奴才还有个建议 将一颗团民组成虎神营 虎神营 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啊 老虎吃羊神陷驱鬼 虎神打羊鬼稳操胜券 好 这名是起的好 奴才请命 亲率虎神营 与八国联军决一死战 义和团这场战争 也就是引来了八国联军 纯粹是为中国带来一场更大的苦难 最后义和团民们毫无章法地面对八国联军的枪炮 死伤无数 最夸张的一场战斗中 中国阵亡约500人 联军只中了6人 没有几个能作战的 真的到八国联军一进来 整个都溃了 到最后独撑大吉 是一个将军 叫内侍臣 剩余的义和团民们跟清廷的军队合集 而八国联军向北京进逼 慈禧仓皇兴桃 并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义和团头上 还命令各地清军绞杀 更有不少团员惨遭八国联军砍头 成为历史上悲壮的牺牲者 清末还有一个农民起义的教乱 就是太平天国之乱 他们打着拜上帝会的名号 教规比现在的伊斯兰国还要严格 一旦犯错 处决斩首绝不手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太亚媳妇爱香随 复兴原香断木菇 白白病魔 脾肩代工厂 文创德金台 骨子两代琴 穿成一甲子 手工棉被 台湾社会的原动力 3月22号晚上9点 东森财经台 晋级的台湾 雕主力度 决定人生亮度 福特 New Mondale 欧洲原装进口 Ford 搭配远传全新4G OPPO N3 只要4990 新市乐10比2 不止一黄素 还有一米黄素 联系荣获 SNQ国家品质标章 新市乐10比2 收行造钥匙 新市乐五周年庆 现在买一大盒 送两小盒 限量抢购中 搭配远传全新4G OPPO N3 只要4990 何必办也听王 我就是至尊 为了至尊 更惊叹吗 提客奏群 会也至尊仪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东森财经新闻 这位 嗯 什么都行过 谁在我们初上杀眼 谁让我们放弹荒野 我们点亮梦想谢谢 愈而少愈而 放弹量自己 得乐我赖 古老工艺 重新演绎 KD手刮目的版 我体验过了 对付酸痛 以给我新的选择 合力他命强效定 含医药极高单位B群 与维生素1等成分 人体容易吸收 有效缓解肩 颈与腰背的酸痛 武田合力他命强效定 ES Plus 西雅图双背乳香拿铁 极细研磨的咖啡灵魂 注入优质脱脂奶粉的内涵 不在咖啡馆 也能品味经典在线 全系列商品 买一送一 只在7-11 欢迎回来 清末的太平天国 打着拜上帝会的名号建国 实施着非常严格的教规 可以说是中国版的伊斯兰国 而他们也靠着严密的组织 快速地动员 在广东 广西两省快速崛起 不过建国之后 太平天国却是迅速地败坏 特别是天王洪秀权 布满一同打天下的东王杨秀卿 假借着上帝附身的势力独大 发动了其他的诸王 共同打击杨秀卿 最后却又放任朱王自相残杀 只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势力 而这一个政教合议的政权 内斗血腥的程度 却是比任何一个朝代 都还要精彩 接下来请看资深记者 艾小培 陈祖怡的追踪报道 太平天国从建国到灭亡 14年的时间 这14年的时间保守估计 死了至少5000万人 乾隆终起之后 国事剑衰连年饥荒 让太平天国和赦拳 趁势崛起 太平天国就是不东不西 简称就是不是东西 那不是东西 你就根本撑不住 这么多的东西 那这个不是东西的领导者 叫做红秀全 打着上帝领导的红秀全 是个连考四次秀才 都落榜的诗意考生 他自车曾经在梦中 遇到天父开示 要他到人间斩妖除魔 天母跟他讲说 我就是艾尔华 你有天妹 你要下去拯救万物 就示他一把剑 一本书 那本书一看 那就是醒世两眼 然后耶稣就带着他到一个河边 就把他的剑拿过来 咔咔 画两下肚子就泡 把他的肠心 什么拿出来洗一洗 再把他装进去 好 你可以下滑 他就醒来了 传说中 被洗了心肠的红秀全 在1843年再次考试落榜 一气之下 干脆抛弃孔梦之书 翻出基督教的劝势良言 还逢人就宣传自己灵解的基督教义 称之为拜上帝会 成立了一个拜上帝会的这样的组织 里面的成员就有杨秀七 也有小草贵 赞乃上帝 耳朵小的们听着 朕派四子洪秀全下坊 带你明见小天堂 这个拿着上帝名号奇迹的人叫做杨秀卿 出身广西贵嫔 是位烧炭公 自称天父父体 下凡传递讯息 更承认洪秀全是天父之子 广西那时候很多人相信这一套伏击降丸的这么一回事 然后他就说他是这个天地 弟弟的地 彭秀全 甲午战败后 光绪地图变法为新 却被守旧派的慈禧太后所扼杀 大臣是我多年挑选出来辅佐你的 你竟敢不用 还勾结叛逆 你这个逆子 护须政变后 光绪皇帝被慈禧 幼竟在三面环雪的南海银台 而守旧派的大臣担心光绪未来会报复 纷纷怂恿慈禧 废掉光绪 所以慈禧太后找了端亲王的儿子 胡骏立为大哥 就是除君 也就称为是起害剑除事件 本来国家立了除君 各国公使都应该入京道贺 可是各国反应冷淡 根本就不给慈禧面子 正当大清政治飘摇之际 偏偏国际地位也摇摇欲坠 列强基于中国通商利益 刚好山东又发生了这件事 让国势更加不稳 1897年11月1号 山东之野下着萌萌细雨 几个手持短刀的人 闯到德国传教室薛田兹的住处 他们砸开窗子 跳了进去 将屋内的两名传教室当场杀害 德国的传教室呢 借由德国政治上的庇护 所以可以说在山东这个地方 驴肉相民 无恶不作 像是延揽诉讼啦 包仓包赌啦 或者是欺压善良啦 甚至呢 连官府都怕这个德国人 我认为我们的传教室 都被杀害了 我们的富兰人义和权肥 那是青亿人义和权肥 就是最确实的杀害了 必须严惩于先 杀了洋教室 所以意大利跟德国这两国 就向蜻蜓撕压 它说一权包庇一盒钱 杀洋人 如果再这样的话 他们就要花兵攻北京 正当外国势力不断要求 蜻蜓严惩义和团食 山东偏偏又发生了刺杀攻势事件 朝廷对外关系进攻不易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干嘛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杀 刺杀 刺杀攻势 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 此时喊着福清灭阳口号的义和团 吸引了慈禧太后的目光 魏玄 臣在 你们山东为什么要闹拳呢 兵台后 洋人太欺负人了 修教堂他们占房的占地 修铁路 毁庄家挖祖坟 老百姓都气急了 欲负负人的说法的确也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于西方势力的态度 义和团 义和团甚至绘制了许多仇洋的漫画 有的把洋人当猪洋一般的宰杀 还有的直接把耶税划成猪 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人民有多恨外国人 仇洋反教 所以因为仇洋反教 甚至他们高举的是扶清灭洋的大旗 所以过去白连教也好 义和权也好 这些会党是受到政府的压制 但是现在这个义和权 他既然是支持政府 所以反而受到朝廷的奖励 英国驻华公使致电本国政府 请求派兵保护在华侨民 传教士及使馆人员 德国驻华使馆参赞愤怒谴责亲国政府 强烈要求德皇派兵镇压义和团 中国跟西方的战火几乎要一触即发 但这仗该怎么打 慈禧太后一点头绪也没有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 开始灭洋仇教时 当时慈禧太后是一役主角的 他曾经多次预令当地的都府 要好好的收缴 千万不要养虎为患 义和团的护体神功 到底有没有让慈禧失望呢 不太关于关云长事业 不来张飞张义得事业 这都什么呀 演戏不像演戏 撞枪所事 我不看对吧 原本已经准备掉头就走的慈禧 看到了什么又为什么决定要留下来 清朝的大臣像玉贤等人愚昧无知啊 悟性义和团的符咒神功真有其事 还可以刀枪不入 所以不仅袒护团民筹外 还极力怂恶 慈禧 招服义和团 那这就让义和团有了壮大的机会 义和团精重报国 如果你以为慈禧真的被这些义和团的表演所骗 那可就太小看慈禧太后了 刚才看到的那些个鬼把戏全是假的 骗不了我 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 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 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 可要是用好了呢 起码是几十万的人力 若真是外交上跟洋人崩了 真的打起来 他们至少也是能消耗洋人弹药的炮灰 当时政局动让 对外战争的失败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蜻蜓都束手无策 那民心啊 失变嘛 这个时候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扬的口号 刚好让慈禧用来转移人民的愤恨 所以他会鼓励这些团民 就当慈禧打着主意算盘 要把义和团当人肉炸弹送上战场的同时 各国攻势也开始步步进逼 这等于是西方列强片面向清朝宣战 第一波攻势直指大鼓炮台 大鼓炮台 怎么样了 失手了 大鼓炮台失手了 1900年提督罗容光率领守军跟义和团 在大鼓口炮台抗击八国联军 最后还是失手 但慧庸的官员竟然向慈禧谎报 八国联军损失惨重 扬鬼的禁军大鼓炮台 被我军英勇击退 八国联军损失惨重 现在已经退回他们的兵舰上去了 被蒙蔽的慈禧太后 荣兴大阅不但封赏义和团 甚至还把满朝龙武叫到跟前 演了一出洋人欺我太甚的经典大戏 大清的臣子们 你们就眼睁睁地吵着 让洋人欺负我吗 我要洋人死了 向洋鬼子宣战打 慈禧痛恨洋人 他不无理由 第一个他就是厌恶洋人干涉政治 不过光绪皇帝在拿义和团跟洋人打仗这件事上 跟慈禧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面对的是西洋十一个国家 开战 刚毅 你疯了 疯了 光绪话都还没说完 就被慈禧赶到一旁 话声累了 金妈妈 下去 朝廷上主战派和主合派开始你一边 我意欲闹得不可开交 就看我义和团民何之百万啊 人人同仇敌凯 各个义愤满腔 民气可用啊 民气可用 匪气不可用 义和团乱民而已 朝廷利用他们向各国开战 这是拿江山设计 万方双灵当儿戏 两派互不相让 在朝堂之上大声叫喊 像是泼妇骂街 此时慈禧太后说话了 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 此前还一直微薄众臣的意思 等待他们的改回 可我等来了什么呀 被联军战术给气到了慈禧太后 聪礼会组合派官员的劝退 还拿义和团扶清念阳的精神 把大家教训了一顿 义和团起来了 他受不了阳教的欺负 他不能不起来呀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 受尽了阳人的委屈 所以正如同慈禧所说 我们的爸爸也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将神在他身上 1850年7月 洪秀全干脆发布总动员令 要各会员到广西桂平县 在京田村集合号称团营 总共两万人准备武装起义 不过在此之前 他暗中布了一个局 要被续肖朝贵 也来个天凶附体 制约杨秀卿 这种附体的相同数 你不是也会吗 不是还有天凶基督吗 如果天凶能复你一体 戴穿圣言 不是一样吗 洪秀全费心安排 就是为了不让杨秀卿 独揽天赋下凡的权力 果然在洪秀全38岁生日会上 太平天国正式成立 肖朝贵趁此演绎出 天凶下凡的大戏 我乃天凶而等皆知 天凶下凡啊 全体结贵 金镇将杨秀卿 肖朝贵 封云山为昌辉 石打开 派到五帝天王周围 封他们为颖兵主将 肖朝贵也演着同样的一部戏 他就演将神 这下子是磕磕的 耶稣将你在他身上 也许您会觉得奇怪 这样诡异的教育 怎么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这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大有关系 蜻蜓对外战争的赔款 全部都转嫁到农民身上 偏偏连年水旱灾 人民衣食无助 怎么办呢 反抗 所谓反抗的行动 风起云涌 就渐渐骗起全国 洪秀全他们当时 所打出来的这个名号 就是我们大家有福同享 有钱财是供放在这个胜库之中 因此我们呢 是就像过去的 狭义小说上所说的 劫富济贫啦 或者是劫观棒球啦 这些呢 都是符合当时人民心理上的一个诉求 1851年太平天国攻下永安城后 洪秀全举行盛大的封王大典 还发布太平领制 册封打天下的兄弟们 天王赵齿 前此 国府右臂 前岛后护各军事 永安封王之后 太平天国的军队调度权 几乎完全掌控在东洋 洪秀卿手里 而贵为天王的洪秀全 往往只能假托耶稣 迎向清军打兵 赞美耶稣为救世主 赞美耶稣为救世主 赞美圣神封为圣灵 赞美圣神封为圣灵 反观东王杨秀卿反而用兵神准 在太平军九宫桂林失败之后 塔徽兵北上进攻湖南 东王是实际上的政治领袖 反而不是洪秀全 洪秀全就像是一个样板人物一样 由于太平军大多是矿工出身 最擅长的攻打方法就是挖地道 他每次打战都是挖地道 不是矿工嘛 所以他每次打战 打战战都是挖地道 太平天国在攻打清明的过程中 意外痛失了房东山 以及夏娃威两名大将 让天兄洪秀全悲痛不已 攻复天王 因我变心 南王 南王 南王冯云山 还有西王萧召贵 先后阵亡之后 东王杨秀卿全请天朝 居然鞠躬自傲 那他就被那个天王洪秀全所寄 天王一下子痛失两名 一起打天下的伙伴 也间接让东王的势力更加作大 以东王为中心的军事力量 以千军万马的攻势 拿下武昌 老百姓一开始 如潮水般隐约地加入太平军 清廷的水晶会反正 会挂起天地会的旗号 跟着洪秀全的部队 一路人下 所以才能够在 咸洪 延年 下江南 声势浩大的太平军 让清廷越来越头痛 开始任用汉人曾国藩 去练精兵 以镇压太平军 让曾国藩办团练 就在湖南办团练吧 争 但清廷醒悟得太晚 太平军声势越来越大 终于攻入了南京城 冯秀全身穿九龙袍 接受文武百官的跪拜 并都于此成为天津 却也开启了太平天国的大王之路 今 以阔南京 建东此地 改为天津 太平天国万孙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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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开始会显得安逸了 因为你要建后宫 你要扩充后宫的这些妃嫔之类的 贪图的一些享受 东王杨秀卿自认为攻打天下 功劳最大 把府邸干得美文美奂 来 这个门楼 一定要给我画得漂亮些 是是 这门外嘛 你给我修个望楼 要 要五层高 是 这门两边嘛 门两边放着石门大炮 老挽名放 这些王爷呢 不仅都可以造他们的很大的这个宅邸了 甚至可以选美女 还有仪仗队 有诸多的特权 东王不仅房子要盖得比天王府气派 就连联教被天王府女官挡架 都气得欺窍生烟 要跑去找洪秀权理论 走 走 现在我要去见天王 问问他 是怎么管输他的下属呢 他如果管不了 我来记得管管 于是东王将近五十多人台的大教子就这么气冲冲的闯进了天王府 他不通规矩 冒犯了爱卿 爱卿就仗则一百八 那不太便宜他了吗 那就听凭爱卿处置吧 那好 将那个女妖给我拉出去斩了 这下还得了天王的女官怎么能被东王任意处置 为了捍卫自己的颜面 洪秀权当然不肯斩杀自己的女官 没想到杨秀卿竟然又演了一出天赋下凡记 杨秀卿后来用天赋下凡演了三十多次 最夸张的是有一次还居然是天赋下凡要仗打洪秀权 与有过失又不采 当杖 四十 天赋息怒 诸若仗天王小陈愿待天王受过 小陈愿待天王受过 而能退下 任何人不能待他受过 天赋附身的杨秀卿居然不肯 于是逼得洪秀权该怎么办 眼看场面如此尴尬 我的属下居然要打我 他也只能默默承受说小子尊子 天王被仗打 这下的脸该往哪里放 洪秀权此时再也任无可认 暗中叫来了北王跟翼王共谋杀敌大忌 要是大开秘密回京 他回来以后 只准他和韦昌辉两个人见证 石大开就在城外 趁马上派人去找 绝不可叫东典知道 暗中联合韦昌辉跟石大开 来去狠狠地对杨秀卿 做一些反制的动作 气焰越来越嚣张的东王 以为自己地位 早已凌驾洪秀群之上 趁台湾邀请大家 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启示录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官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昕彤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电影中黄飞鸿大战白莲教的画面 令人印象深刻 不禁让人好奇 白莲教宣称的神功护体是否真有其事 而所谓的九宫真人又真的存在吗 事实上白莲教从元明清三代 几乎都被视为邪教 嘉庆年间甚至酿成了川楚教乱 耗费了清政府两亿两的白银 相当于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才平定 而之后白莲教转入了地下 跟义和团结合 对抗西洋传教士 终于酿成了八国联军之祸 但慈禧怎么会相信神功护体 这一个说法呢 这个宗教又有什么奇特之处 请看资深记者艾小培 陈祖怡的追踪报道 神功护体铁石鸡针 千刀牌千刀蟹 万刀牌万刀臂 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这不仅仅只是黄飞恒的电影 在中国历史上 还真的有这么一个复杂又神秘的宗教神功 全都让开 好 太多了 我有神功护体不怕你的鬼枪 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民间流传请神上升的方式 那暗示自己是神灵 那此时人体的潜能 因为精神暗示得到提升 就好像神灵上升一般 据说这刀枪不入的功夫是这样练的 俗称会神功的师父 会进行一套仪式 先召唤神灵附身 神打必须开弹做法 既献贡品 那请神附身之后 功力高的 还可以上刀山下油锅 接着被附身的师父 会再表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例如大刀砍身 通常被附身的师父会声称 因为得到神灵的保护 因此身体丝毫无损 不过也有熟悉心理的专家指出 这只是自我催眠的力量 把人类的恐惧压抑 才会引发在平常时 根本做不到的潜能 但这样的神功 怎么会跟白莲教结合 而白莲教又如何吸引大平信徒 流传在元 明 清 三代 要回答这个问题 得先回到南宋 那是白莲教刚刚兴起的年代 白莲教大概是十二世纪 淨土宗的毛主人所创 为什么叫白菜教 因为他们当然强调是 拒绝这个酒或者肉 是只吃素食 可是他们连有颜色的青菜都不吃 到了元末 有一位叫做韩山童的白莲教领袖 自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 应该成为中原的主人 开始号召群众启示 也让白莲教被贴上了邪教的标签 有人批评他们说 连违背了中国的伦理道德 因为这个入教的人 比如说父母 以后就不再称父母了 称为大师兄 大师姐 不过按照白莲教的说法 这是因为他们希望所有的教众 都能够互分彼此 能够团结一致 到了清代之后 白莲教发展成为百姓的秘密组织 遭到清朝多次血腥镇压 到了嘉庆元年 甚至由女性白莲教徒 发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朝廷腐败 压榨百姓 彭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我们现在已派人到川山干预珠省 同各地教友商议 准备揭竿而起 陪伴万恶的满清朝土 相传这位白莲教起义领袖 由王聪儿武功了得 能一人抵挡清兵无数 成为清廷想要捉拿的头号逆贼 反捉拿王聪儿归案 拖取其首激者赏银两千两 清廷从抗戚以来 对这个天地会插起很年轻 他把白莲教徒当作天地会 向朝廷插爆 嘉庆二年 王聪儿带领义军 从湖北到四川 和当地的义军会师 组成了一支 拥有十四五万人的大军 分城趴路进攻 教友们 壮士们 愿无声劳母保佑我们 愿无声劳母保佑我们 传说中王聪儿专打游击战 让清军很头痛 兵力不断增加 不过最后还是不敌清兵 最后在湖北战死 但白莲教徒掀起的反政府声浪 却一波波的兴起 白莲教徒众有很多 里面能源意识有很多 所以一直到嘉庆十九年 老朗四十年 动荡九个省 一川 楚 山 干 这四省最严重 嘉庆花了九年多的时间 用了两亿多两的白鱼 相当于清朝政府五年的这个 政府的税收去消灭 清廷的大规模镇压 并无法制住人民不满的声浪 而白莲教则转为地下化 嘉庆十三年有官员密报 山东曹州府一带有无赖棍土 拿刀俱重 设立刀会 胡卫边 义和泉 八卦教营物 七雅良善 白莲教它转入地下之后 它也改了名字 比如说有洪东照 或者是大刀会 小刀会 天地会 等等各种的名字 那么他们的这个说法是说 万教归一 经过数十年后 这个组织进成了 拥有数十万人有户的大刀会 又叫做金钟照或是仁义会 属于白莲教的支派 他们农茅时种地 农闲时 就会聚集在一起练武 那时候就出了一些武术名家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大刀王尼 那他当时就 平常就教了一些徒弟 爱走僵区 那他一把那个大劲刀 走向无敌 然后他也练就这个金钟照的功夫 他们会在练武场横放一把大刀 以示大刀会的威严 练武场的正中央是一张八仙桌 桌上供覆着 古组织神位的供牌 排位前放一个香炉 炉内插三把香 会员们横跪成几排 每人面前摆一碗清水 由德高望重的会员 在一个铜盆内 将符纸烧成灰浸后 往每个人的碗中捏一点浮灰 会员们念完咒语之后 将碗内的浮水一饮而尽 两个口号 很感动那些混雍舞女的这个中央 天降神兵 天降神兵就是说他们可以神功附体 不怕枪炮 由于大刀会打着除暴安良的旗号 很快就获得人民的支持 而在清末这股势力 转而反抗外国势力 终究酿成了义和团之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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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东王为什么不能呼万岁呢? 东王,大江山功劳最大,也该称万岁 杨秀卿其实非常想要凌驾天王洪秀全 所以他才会利用洪秀全那一招 把上帝复归到自己身上 给自己莫大的权利 已经准备要对东王不利的洪秀全 忍下这口气,心里却暗埋杀鸡 准备让其他诸王大开杀戒 但奸诈的洪秀全不想担屠杀的罪名 竟然临时演了一出劝和戏马 真的要下一道罩子 让伟昌辉千日纲不得打开杀戒 只是对东王的跋扈早有不满的诸王 终于可以一吐心中怨气 哪会顾忌这么多 带着大兵杀进了东王府 北王伟昌辉受天王密令 率领部下杀杨秀卿及其部将两万多人 那这就是很有名所谓的天津之变 杨秀卿 杨秀卿再怎么样神通广大 那面对三个敌手当然是左支右支 所以后来没有多久就被三个人连手杀掉 朱王担心东王残留的军事力量继续作乱 竟然将东王的羽党几乎全部杀光 而洪秀全也担心其他人威胁他的统治地位 干脆让朱王自相残杀 朱王内斗呢 他们一杀不只是说只有这两个王而已 通常会牵连到这个部众 通常一杀就是数万人之多 搞得自己内部的组织还没有这个权胜 你就已经是已经快兵临紧散 就后期只剩下英王跟中王在那里普撑 就是还有一些理想性的一个将领在 所以归咎他的失败就是 跟当时的社会文化起了严重的冲突 再来就是自己的内侯太过严重 陷入朱王内乱的太平天国之后一败涂地 即使后期与白联教分支碾军河流 还是止不住曾国藩等人的攻势 终于在1872年结束了短短14年的政权 定下了严格教规的太平天国 领袖洪秀泉自己却荒淫无道 光是后宫的嫔妃就有88个之多 而且他还写下了荒诞不惊的天赋诗严加管理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是男士专用的Apple信咖啡因洗法录 仔细看清楚哦 因为它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 这瓶洗法录去年在德国 一年就卖出了200多万瓶 想知道为什么吗 快到屈城市和各大连锁店了解一下吧 Apple信咖啡因洗法录 德国发现工程 古老工艺重新演绎 KD手刮目的版 Alene 山纳 世界巡回延长会 佳延长 8月30台北小巨蛋 3月24全台开卖 宽宏售票 飞机因改造黄豆 纯天然量造 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公年未增 美味天生 您现在收看的是东森财经新闻 台新财富管理 完善规划陪您走向高峰 超过一千档理财商品 每个阶段客制化资产配置 卓越团队掌握市场脉动 台新超过160项大奖肯定 一身专业 规划一身幸福 只为好伙伴 现在加入想专属约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说到了太平天国的女人 就不能不提到 两位战将级的女生 一个是洪秀权的妹妹洪宣娇 一个是跟洪秀权 一起打天下的苏三娘 据说这两个人 骁勇善战 身手了得 而且还非常美艳 而洪秀权虽然说 主张太平天国是男女平等 不过他自己 却是妻妾成群的 一般的平民百姓 不但不能够一起住 说话还得要分隔 十公尺以上 如果偷偷地在一块 还会被斩首示众 而女性在那个年代 到底扮演着 什么样的角色呢 请看资深记者艾小培 陈祖怡的追踪报道 这群让清军傻眼的女兵 在1864年坚强地守着天王府 却还是无法挽回 太平天国失败的命运 她们决定自焚而死 早期跟随洪秀权的那些女兵 仍然尽忠职守 那一直跟在洪秀权身边 为她拼命打仗 直到天津城破 这些女兵呢 还以宗教独特有的狂热 自焚而死 在太平天国中 女性奋勇杀敌 身手俐落 不输男性 而这支传奇的天国女兵 建立于1851年 并且严格遵行教规 只要触犯她的教规 你可能要被抓去杀跑 坦白说我觉得太平天国 就是现在的 Iss 开跑 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 第一支女兵队伍 怎么会产生在贫困的 广西紫金山下 这跟太平天国中的 客家妇女习性大有关 因为连女生都能打仗 客家妇女是不裹小脚的 她们是很有战斗能力的 被称为大脚蛮婆的客家妇女 据说代表人物旧权 胡云娇 人称西王娘 因为她是西王肖朝贵的妻子 同时也是洪秀全的妹妹 你是要当文状元还是要当武状元 文状元不好 又得背书写文章 烦死人了 干脆我领女兵 梁洪玉能行 我怎么不行 她是洪秀全 同父异母的妹妹 她后来也带兵打仗 人称她是带着兵 是女兵赤足八百人 弹庄出阵 手挥双刀 这是野史周对洪玄娇 战场英姿的描述 甚至把洪玄娇形容成 能够引发内讧的角色 毅将军 你就不怕我再给你提发 感谢观看